打开水桶盖,里面装了满满的水 说起为什么要在家里放这么大的水桶除水 住户雨气充满无奈 为什么要放这么大的水桶 放没有水啊 你要上厕所没有地方可以冲啊 没有水啊 对对对 这里是基隆市仁爱国小后山一处社区 多年来经常发生无水可用的情况 神奇的是致海水加车与配水池就在马路对面 缺水问题却依然无法解决 住户抱怨连连 每一次停水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来 遇到停水的时候 我们都是最后一个才有水 最近已经停四五天了 一年中间 今天10个月没水 都缺水 有停水就是我们这里先停 最多三天 最多的水 你看已经一周 一周都没水来 这个时候已经几十年了 但是他们没有现在最近这么严重 最近因为连续一个礼拜 没有水 所以他们这些都是连长者 他们要虚导都很不方便 金融市议员张方立接获呈情后 特别邀请在水公司代表前来会看 水公司人员查看后点出这一处社区缺水的真正原因 我监察跟用户调查 它是21户 共同用一支25口径的水表 第一个我们是因为25口径的表 用21户里面上它的水量是不足的 第二个它原先设计的水塔位置 跟现况是不符的 所以说第一个口径过小 第二个它水头压力太低了 不符合那个汽水管线用水条例 对此日前协调水车送水的金融市议员 大家一起做这样才能够彻底解决 赵方立则表示 除了持续水车送水服务外 现阶段先由住户自行装设加压马达 未来则需重新申请用户 以加大输水管径 解决水量不足的问题 两车的水他们就可以 有这个机会可以用到水 然后再加上他们来装的一个加压马达 因为它的这个总水头 跟它的那个水管是平行的 它平行它过不去 所以这样子很麻烦 然后因为他们这个房子 当初是一个张子奇先生盖的 他的名字 但目前是21户在用 那所以他们要整合这21户的那个住户 来整合成一户一个人的名字 那这样子才能够来申请那个管路 来换新的大管一点 那个管路换大一点的话 它的水才可以进得来 记者张旗潘金融报道 现在是刚回来 感谢观看